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来到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今天我们继续来说说乡村污染治理的话题 眼下浙江长兴县吕山香的芦笋到了收获的时候 对于种植户徐国华来说 那却是喜忧参半 眼前这个人就是徐国华 家里有三十亩笋田 这已是他种芦笋的第三年了 徐国华算了一笔账 他家的笋一年可以收三茬 三十亩就能收获近十万斤 早上天气凉爽 徐国华夫妻俩五点钟就带着工人开始收损了 收损可是有讲究的 捏了捏了之后一卷 一转个钱下来了 通常工人们收损都是用手捏住芦笋的根部 轻轻轻转上两三圈 芦笋的地上部分就会很容易地被拔下来 目的是让芦笋的筋杆和地下的根轻松地分离 这样留在地下的笋根 可以等待下一茬笋苗继续萌发 下面的嫩筋 下面的根筋都是废料 对 这很好的 怎么样 很清脆 对 然后有一点点的香甜 徐国华的芦笋品质好 全部供应给超市 超市对鲜芦笋的收购很严格 切个二十一 从笋尖往下到二十一厘米的位置 是超市要求的标准 其他部位的得全部舍弃 旅山相距离杭州一个小时的车程 早上收的鲜笋 最快中午的时候 就可以被端上杭州人的餐桌 今年笋价好 徐国华的三十亩笋甜 能够卖到八九十万元 媳妇看着他也是满心欢喜 但是徐国华的心头 却还像压了一块石头 你放在地上当肥 人家放在门口臭 跟人家有争执 你放在地上 里面放在地上 很早的呀 长白毛了 走路都绕着走 卢笋的根筋废料多的 让徐国华发愁 没有地方处理 他就得堆在村里的空地上 哪儿都是 刻把星期就开始腐烂 难闻的气味和纷飞的苍蝇 人见人躲 徐国华种损是赚到了钱 可还是不得不面临 远乡近邻的指责 都说他污染了环境 老师心里要发败 老板 这个轮笋笋笋 准备不要了是吧 你一天能出多少 一千多斤 一千多斤 行行行 来来来 你不要少了 我拿走嘛 这每天都要新鲜了 今天来的这位不速之客 并不是奔着徐国华的卢笋来的 你不要少了 我稍微出点前面 他向徐国华要的 竟然是大伙丢弃的 卢笋下饺料 那怎么弄呢 有多少收多少的 好的 这不仅包括笋根 还有卢笋鸭 而且人家还不白拿 美金还要给老徐四分钱 虽说这徐国华心里有些窃喜 但还是忍不住想问 这个人要这些废物 这人并不回答 说你跟着我走就明白了 kaik家还要人过 patri便 对我们他母亲 然后大伽子 想问我 过确实 真的很 grew 我 провер 你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我要你的芦笋是干嘛用的 我是给我这些宝贝吃的 原来这位收芦笋下饺料的 叫沈卫泉 是另一个乡镇里有名的 胡洋养殖大户 这些年附近村里 收完笋剩下的根莖 都被他给拉到了家里 事实上沈卫泉在周边收芦笋干精 已经有三四年了 而徐国华是他自己乡镇上 种芦笋的第一人 所以沈卫泉知道 徐国华种笋的事后 就马上赶了过来 沈卫泉说他的羊特别爱吃芦笋根精 不过沈卫泉说 在从前他的羊可是吃不上这种美味的 沈卫泉说他以前都是为胡洋专用饲料配上青柱花生结杆和黄豆结杆的 花生结杆和黄豆结杆都是从河南调来的 每吨光是成本就一千多元 其实在2014年 线上发展了芦笋种植业的时候 沈卫泉所在的铝山香 芦笋也有了几百亩的规模 当时芦笋下脚料造成的污染情况也是十分严重的 鲜笋收下来后 堆积如山的废弃芦笋根精 水分高达百分之三四十 在夏季潮热的天气中 数小时就开始腐烂变质 可以说这些废弃物倒在哪儿 苍蝇就跟到哪里 那时沈卫泉就知道 原本秀美的村庄 风景将不再堵好 他就想能不能拿这些芦笋根精 试着喂喂羊呢 结果这一试让他喜出望外 比起他买回的胡羊专用饲料 对于芦笋根精 这些胡羊似乎更喜欢吃 那这不是省钱的买卖吗 沈卫泉全享 如果用芦笋根精 替代买回的胡羊专用饲料 这一年光是料上 就可以省下百分之九十的成本 那要是养上一万只胡羊 按照全乡计划推广的 芦笋种植规模算 就完全可以把全乡的芦笋根精 消耗掉 不过这芦笋根精 只占芦笋尾菜的百分之三十 每季芦笋收获完 地面上提供光合作用的笋秧子 不处理 这腐烂后也是污染 这笋秧子的量 得占尾菜的百分之七十 咋办呢 沈卫泉又有了主意 沈卫泉又有了主意 胡羊在春夏秋三季 能吃到新鲜的芦笋根精 可是到了冬季 胡羊又没吃的了 所以沈卫泉将收集回的 大量芦笋秧子粉碎 进行发酵 经过发酵后 这芦笋秧子既耐储存了 还解决了冬天胡羊的吃饭问题 并且 笋秧子在发酵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的 有益微生物菌群 更利于胡羊的肠道健康 这便废为宝的一招 让沈卫泉大大的 节约了养羊成本 在胡羊吃了一段 芦笋接杆后 沈卫泉还发现 胡羊吃芦笋 带来了另一个好处 沈卫泉说 胡羊每天吃的食物中 芦笋下饺料占50% 吃完芦笋下饺料的胡羊 比普通羊长得更快更肥 芦笋成了胡羊的美食 自然 胡羊的肉质更加肥美 很快 沈卫泉养出的胡羊 成为了当地餐馆 加工美味的好食材 肥美的胡羊肉 卖上了好价 毛色照以往也更加油亮 现在身为全的胡羊 光是羊毛 就能卖到美金七八元钱 成为了当地制作地毯 粗泥绒的上等原料 它不会挣扎吗 这羊 不会 把它的腿绑起来 怎么捆啊 怎么捆 绑三条腿 羊毛值钱了 但是捡起羊毛来 也是有章法的 一条一条捡是不是 这样涨点水是吗 对 它是要用滑一下 从下面往上 把它从后面往前面 然后皮呢要把它拉紧 它不容易脱 然后皮往后面一拉嘛 这个皮就冲紧了 皮冲紧了它就不容易把它劈脱 它拐弯抹脚呢 要小心就不容易脱 它平常的对方呢 是不会脱的 它都不动了 你把腿放开它都不动了 从2013年开始养狐羊 到了2015年初 沈卫泉的养殖规模 从2000只扩大到了上万只 全乡的芦笋下脚料 都被它收进了羊场 可是紧接着 新的烦恼又来了 那就是羊粪堆的到处都是 既污染羊场的环境 而且气味也重 最初养2000只羊的时候 沈卫泉养殖场 每天也就出6000多斤的羊分 量少 周围农户拉到地里施肥 基本上就消化掉了 可是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 情况就没这么乐观了 上万只湖羊 一天光羊分就产生七八吨 这羊分倒是好东西 可是这量已多 周围种地的农户就消化不了了 堆在羊场里到处都是 尤其是夏季高温的天气 让胡粮的尿粪分解得更快了 产生大量的氨气等有害气体 导致胡粮的抵抗力下降 严重的 他们的怀胎率也会降低 而且羊分散发的恶臭气味 也熏得村民们是怨声载道 沈卫泉甚至在养羊上 打起了退堂鼓 养羊挣钱是没错 可是把村龙村帽破坏了 这可不是他的本意 正当沈卫泉犹豫的时候 又有人找上了门 被虫子咬掉的 我们就不要了 这可以 他就是长兴县农业局 才找上门的 毛小梅跟沈卫泉说 这下你养养多了 也不用愁了 你这点羊分 恐怕还不够5000亩的芦笋吃呢 带到这边来了 羊分它这个我们都知道 这个有机制 淡数含量比较高 相对的淋甲元素比较少 所以我们用这个羊分 对我们疏松土壤 改良土壤 那个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这个鸡心笋的发生 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 羊分是芦笋最喜欢的农家肥 特别是蛋元素含量较高 而芦笋呢 时有空心激情的情况发生 为什么这么快 就要赶紧买这肥丝上啊 下去换秋季了 这下生结束了 10点有羊分 必须要10点羊分的 为什么 起行了吗 里面空的来 芦笋嫩精中间 如果是空心的 就没有多少可食部分了 同样 芦笋长得弯弯曲曲 粗细不均匀的 也没人愿意要 而给笋田 施上富含蛋元素的羊分后 就正好解决了这些问题 沈卫泉的羊分不但都有了着落 他每卖羊分一斤 还能多赚一元钱 这一下 沈卫泉脸上可是有了笑容 采完仙笋 剩下的根莖和笋羊子 这些下脚料 成为了胡羊的美食 而胡羊的粪便 又成为了笋田上好的肥料 现在 吕山乡的这种生态循环的重养模式 在长青县的很多乡镇正在推广着 鲁笋家 胡羊也正在成为吕山乡的主打农产品 鲁笋爆炒肥美的胡羊肉 还成为了当地备受推崇的一道美食 鲁笋 到这个亥市场就是比较严 这一个菜市场 每天的这个伪菜这个量 就在200亿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数量 所以这个国家也开始着手 来处理这部分问题 通过新技术和新方法 对伪菜进行处理 不仅可以产生大量的 有益的能源 同时呢 还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蔬菜加工处理时 剩余的根 精 叶等 成为了伪菜 通过田间堆肥 直接还田 或者是轻筑技术 将伪菜饲料化利用等方式 让曾经臭气熏天的伪菜垃圾 成为了再赚钱的宝贝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获取 感谢您关注由政大独家冠名的科技院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猪养得好好的 为什么会遭到村民的指责 好看还是 一定是咋办 极肺养虫子 这又是为哪班 这东西好 用一粒方的虫子 24小时基本就处理完了 都是养殖场 环境大不同 科技院下期讲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